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关于增值税 本节内容的最后一个知识点 那就是应纳税额计算的时间限定 以及其他问题 可以说这个最后一个知识点 讲的是其他问题 人感觉应该是没那么重要 但是呢我们家这样明确 那就是这个其他问题里 今年有重要的新增内容 包括像这个进向税额的加计抵减 以及呢像这个增量存量的留底退税 都是加在了这个本节的最后 所以在本节的内容当中呢 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应该是这么四个问题 一个就是咱们原来传统就有的 关于销向税额进向税额 它的时间限定 那这个有的时候呢 在综合题当中会涉及到有考点 那最主要的就是这两个都是新增内容 所以这个新增内容 无论是大题小题 今年都会有考点 进向税额的加计抵减和留底退税 至于说其他问题 这个会涉及到几个小问题 考试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考点 这样呢我们就分这四个问题 来给大家做介绍 首先说到关于应纳税额的时间限定 一般计税方法下 那主要就是以月来确定一般纳税人 你本月的这个应纳税额 那他确切的说呢 是用本月你销售行为所收上来的销向税额 减去呢 你购进行为可以抵扣的这个进向税额 所以这个差额要是大于零 那就是本月的应纳税额 因此一般计税下的销向和进向 那就构成了非常重要的 关于税额计算的这个基本环节 但是咱们强调这个一般计税方法下 它是当期扣税法啊 那这个当期就要强调 销向是什么时间算本月的 进向什么时间算本月的 其中呢重要的应该是销向税额的本月时间限定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 是吧 你发生了纳税义务 那本月就应该要计算销向税额 那这样呢什么时候发生纳税义务 那我们在这个教材里面 它是放在了第十节 关于增加税的征收管理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呀地点呀期限呀 由于在本节当中 我们涉及到税额计算 计算呢它少不了 和这个销向税额的确认时间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这呢就是举几个例子 就要常用的在综合体里能用到的举几个例子 同时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强调啊 那就是在我们的计算性内容中 用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那你一定要结合着 那就是它这个价款结算方式啊 所以这个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不是你会计上确认收入的时间 它比那个会计确认收入要简单 要准确 那我们这呢给大家列举几个 跟货物有关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与价款的结算有关 首先直接收款的 那就是当你收到了这个销售款 或者说是索取销货款凭证的当天 这种情况下收到钱了可能货还没发呢 发生纳税义务算这个销下税 第二奢销和分期收款销售 这个时候它是要有合同的约定的 那我们说合同约定 约定的这个收款日期 约定的收款这个日期 就是它发生纳税义务的时间 那约定的时间要是没收到钱呢 也得按照那个时间发生纳税义务 当然了约定那个时间收到了 但是呢没收到约定的金额 那我们说也得按照约定的金额 所以你的收款日期以及收款的金额 这个都是我们在奢销和分期收款销售当中 必须要遵循的 比如说我们约定应该是本月20号收到100万 但是呢现在都30号了 那一分钱没收到 你也要按100万乘以税率算销下 或者说呢收到了20号应收100万 实际上收到了30万 那你也要按照100万乘税率算销下 所以按合同约定 那一切呢是以这个契约来 是吧合同来 那么这种情况下 有的纳税人干脆我就不签合同了 是吧 或者说呢本来就是没有合同的 或者说我为了规避这个纳税义务 我就不签合同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咱们是销下税额 是吧交税的时间只能提前不能之后啊 因此呢这种情况下 你就按照什么时候发货 什么时候交 那纳税义务呢 它就是更加提前了啊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第三种 第四种情况 看一看 第三种情况是预收货款的销售货物 收到预收款 会有的我们把它叫收到定金 这个时候收钱是不需要交增值税的 但是什么时候需要交呢 那就是把这个货物发出的时候 你的风险报头转移的时候啊 那我们第四个是委托他人代销这个在第一节讲到关于增值税的这个特殊销售 视同销售里提到过代销那也提到过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作为委托方 委托他人代销吧 是吧 你得视同销售 交增值税 什么时候交呢 不是你发出代销货物的时候 而是收到代销清单或者是全部部分代销款的当天 那你要什么都没收到呢 那就应该是发出货物满满180天的当天啊 所以这个时间说的都是非常的准确的 那么这样的时间的规则是我们要清楚 同时呢也要根据规则会使用的 那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举这么一个例子 那这是综合体力的业务 那涉及到销售业务的时候 他有这么两项 这是一个文化创立公司 那也就是说从事现代服务业 增值税应该是6%的税率 他这两项业务 第一个向境内的客户来提供广告服务 是吧 不含增值税的总价款呢是200万元 而且他告诉你采用的是分期收款 这结算方式一说 我们马上就要想到分期收款 以及设销是按合同约定 那合同怎么约定呢 当月应该付的是60% 但是呢这个款项他没有收到 所以呢发票他也没有开具 那怎么办啊 我们交税的时候 纳税业务发生时间按合同约定 所以没收到钱 那没开出票 照样也要发生增值税的纳税义务销售额 然后乘以6%增值税的现代服务业的税率 那我们第二个业务呢 是为境内的客户提供了这个创业策划的服务 这都是现代服务业 他采用的是直接结算的方式 这样呢他开了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上面注明了是3000万的这个价款 那一般来讲像这样的著名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价款 应该是不含税的 但是由于对方资金紧张呢 当月只收到了价款的50% 那就意味着3000万我只收到了50% 1500万 那么交税的时候是按3000万还是按1500万呢 我们说了在你这个直接收款结算方式下 是吧 那应该是按什么呀 按收到 或者说索取凭证 但是现在没收到 问题是这说的很清楚 是吧 你已经是把增值税 专用发票都开具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咱们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是吧 和你增值税的发票 甭管是专票还是普票 实际上他们两个在选择到底什么时候 发生这个要交税的义务的时候 当然首先选择时间 是吧 时间到了肯定要交 但是呢 你这个时间没到 你要是票开出来了呢 那票开出来了 那我们说这个我们选择的就是 哪个早 是吧 哪个早票开出来 这种情况下肯定是按照你票 这样呢 你用3000万 然后乘以增值税的税率6% 这就是我们本月 营纳增值税税的销项税税率7.2% 这就结合了我们关于增值税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而且呢 都是在综合体里面 所以它是很容易丢分的地方 好的 那关于这个增值税的销项税额的时间 我们刚才说了 在后面的第10节里还会用到 但是总的一个原则要清除 那就是销项税额 那是我们收上来的是吧 从下一家收上来的 所以这个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不得滞后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要说到的是进项税额的抵扣 那最早在增值税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 我们提到过 进项税额它的抵扣时间 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要求 现在没有了 因此对进项税额的抵扣时间 那我们就考试来讲呢 就是很少在这有命题的了 是吧 所以大家一般了解一下就行了 作为法定的这些扣税凭证 那无论是专票 还是这个专用缴款输入 还是这个机动车销售同一发票 以及呢在普票当中 我们有一种电子普票 那就是收费公路是吧 这种道路通行费的电子普票 它实际上呢 在抵扣的具体时间上没有要求了 只要是你在这个省一级的增值税发票 综合服务平台上是吧 进行这个信息的这种用途的确认是吧 来勾兑就行了 所以这个不是作为我们考试的要点 一代而过一般了解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 关于第六个知识点的第二个问题 进向税额的加计抵减政策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想到 你进向税额加计抵减 怎么不在进向税额里讲 怎么在最后来说呀 那我们知道这个进向税额它本身是你在购买当中所支付或负担的增值税 而这部分加计抵减呢 它是你又没有支付 你又没有负担 只不过呢 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政策是吧 那就是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所以呢 在你的进向税额当中 你没有支付没有负担的 也可以让你来作为一部分税额的减项 因此我们在税额计算的这个其他问题里来说了 那作为这个政策呢 它是从2019年的4月1号就有 只不过呢 我们这个政策它在出台的时候 就是选择了一部分的纳税人 不是所有的纳税人 另外呢 它是一个阶段性的 那就是说我们的时间是吧 从19年4月1号起 当时说的是到2020年的12月31号制 不过我们这几年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政策的这种调整和变化 那就导致了我们这个加计抵减的政策 是吧 基本上是每年到年底 然后下一年呢 再进行这种政策的延长 所以呢 在我们筑块税法的教材当中啊 2019年教材里肯定是没有的 2020年有 是吧 2021年有 但是当时呢 这个政策呢 就到2021年底 所以22年的教材呢 没有 可是到22年 咱们教材已经出来了 还有说这个政策延长了 所以今年 我们这个政策又延长了 但是呢 它延长公布的时间的比较早 是2023年的1月份就公布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教材还没出来呢 因此呢 我们就写到了2023年的年底的政策了 这样呢 作为这个加计抵减 我们今年的教材呢 相当于和去年相比是一个新增内容 但实际上呢 它是原来我们教材当中有的 不是完全新的啊 那作为这个加计抵减 我们今年新增加的这个内容 和以前的政策相比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加计抵减的那个抵减率 它是按今年就调整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这个政策呢 是什么样的 咱们是选择了叫部分的纳税人 确切的说呢 就是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的 生产性服务 生活性服务 这样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增值税纳税人 你是不能够去享受这个加计抵减的 那这样的生产性 它具体的来说呢 有三个行业 那就是我们盈改增服务业里面的三个行业 而这个生活性呢 就是咱们盈改增是吧 交增值税的七项服务当中 这个生活服务 所以这三个生产性的服务 那我们就特别明确的给指出来了 它不是只有现代服务 是吧 你想生活服务对应的好像就是现代服务 它是包含现代服务在内 同时呢 还有啊 就是这个邮政 是吧 邮政 然后电信 以及呢 现代服务 这三个是属于生产性的服务 因此它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跟国民经济息息相关的就都是生产性服务吗 应该是 你比如说你这个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是应该是 但是呢 在这个范围里面没有 所以我们就作为选择题必须要清楚 家计抵减的生产性服务只有三个 邮政 电信 和现代服务 生活性服务就是咱们的生活服务 所以一共呢 是有这么四个 在这个销售服务七个税务当中 有四个它是可以进行叫做家计抵减的 当然它也有条件 这个条件呢 那就是这四个行业的纳税人 它的这种四项服务取得的销售额 得占全部销售额的比证是超过50% 那也就是说你本身所从事的这个行业里面的主业 得占的50%以上 那比如说我们本身从事的是这种代理服务 是吧 但是我现在呢 代理服务的收入不多 我这卖房子的收入成了我的主要收入 这种情况下不能够符合我们刚才所说的主营过半 那你也不能家计地减 是吧 所以呢 这个主营过半 它有一个当时的规定 那就是可什么时候去比 因为我们这个政策呢 是2019年4月1号 所以往前推12个月 这样的在那12个月里的收入 是吧 看看它是不是主营过半 那如果是到了2019年4月开始 你这个2019年 这全年都可以实行加计地减了 不用是月月去比了啊 当然现在呢 我们都是根据上一年度 上一年度 你要是这个主营过半了 那这样呢 你14个行业 你就可以实行 叫做进向税额的加计地减 那你说在进向税额里面 你没有支付 你没有负担的那部分 也可以按一个比例 让你做进向税额的这个抵扣 相当于你的英大税额里面 就是少了一块啊 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了 比例非常的重要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第二个 就是加计地减的这个比例 按照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 来区分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在这个 从有这个政策开始是吧 咱们的生产性服务 就是按照10%啊 10%来作为加计地减的比例 生活性当时也说10% 但是呢 到了19年的10月份啊 生活性就调高了点啊 变成了15% 因为这些生活性服务是吧 它外购的可以采购的 能抵扣进向税额的项目 本身就不多 那它更多的是一些人力的服务 是吧 劳动秘籍性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它抵的就少 那让它加计地减的比例就提高了 不过呢 在今年的教材当中 那我们已经把2023年 今年的政策写进去了 是吧 23年开始 对这个加计地减的比例 生产性和生活性都下调了 所以生产性的 23年是5% 生活性的23年的是10% 都分别下调了5个百分点 这样的话你说我们对这个比例是什么要求啊 那肯定是要记的 你记哪个 那可能把这个今年新的要记 是吧 那你从命题的角度呢 一般我们2023年的考试 给你的都是2022年的业务 所以2022年的话 那要说起来也应该知道 那很简单 就是在现在的基础上呢 它分别加5个百分点就是了 所以最主要的我们还是要区分清楚 生产性服务的是三个行业 然后现在今年是5% 去年是10% 而生活性服务的呢 今年是10% 而去年是15%啊 好的 这是一个地减的比例 这是要记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提一下 关于加计地减的这个计算了 是吧 怎么来算这个加计地减呢 好 那这里面有几个需要算的数据 或者说呢 有几个概念先要搞清楚 首先那就是当期加计地减额 哎 你当期加计地减是在谁的基础上加计的呢 是在当期可以抵扣的进向税额基础上加计的啊 所以当期可抵扣的进向税额 这是一个必须要清楚的 那这个范围就和我们在前面的知识点里讲到了 这个准于抵扣的进向税额 是吧 你的一票几扣 你的计算抵扣 这都是准于抵扣的进向税额啊 同时呢 也要考虑到 那就是如果按照规定 不得从肖像税额中抵扣的进向税额啊 不得抵扣的是吧 我们前面的知识点里面 也专门的说到了 第五个知识点讲的就不得抵扣 咱们列举了一共是六项是吧 有非正常的四项是吧 有这个购进的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免税 减益 以及呢 还有我们列举的是四项服务 这种情况下 说了他不得抵扣 所以在进向税额当中呢 本身就不包含他 就不包含他啊 不应该抵扣 但问题是 要是不得抵扣的事项 一开始我不知道啊 比如说我一开始买的货物 我不知道他后来发生了非正常损失 成了不得抵扣 所以呢 一开始我们是作为 可以抵扣的进向税额了 那这样呢 你就作为 加计抵减的基数了 是吧 那这样的话 等到什么时候 他发生了 不得抵扣的时候 那我们在发生那个月 要做什么呀 本身在进向税额里 要做进向转出 这是没问题的 是吧 进向税额里面要转出来 那这样呢 本期可以加计抵减的 进向税额基数 他就是少了 问题是 你原来你还 把这个做基数 做了加计抵减呢 那现在呢 咱们就要求 就是做进向税额 就是进向税额 做转出的那种 应该他在进向税额 转出的当期 相应的调减加计抵减额 所以在本期当中 你的基数里面没有了 同时因为你上一期是 或者说再上一期 反正你以前是做过基数的 这样的把曾经做过基数的 那个来调减加计抵减额 好的 那这是我们要说明的一个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了 你算出来了当期叫做应 计题的加计抵减额 用叫基数乘以比例 是吧 这个基数 刚才说了啊 23年的 是吧 是下调了 如果说你要是看见题目 是22年的 那就分别在这个基数上 加5个百分点就行了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 还提一个不太重要的 了解的就是 纳税人要是有出口货物或者 这个劳务 有跨境的应税行为 这个时候呢 它是不适用加计抵减的 原因就是 那你这个出口的 我们后面会学到 那它有出口的退免税政策 是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它就不能够把对应的 进向税额再做加计抵减的基数了 那我们刚才算出来的是 当期计题的 按照可抵减的那个基数 然后呢 乘以那个可抵减的比例 这样呢 我们是当期叫做提取的计题的 那它并不是你当期 真正的在因那税额里面 可加计抵减的 那可加计抵减的是多少呢 好 那我们现在要算的 第二个数就出来了 可加计抵减呢 我们给它起个符号的话 叫B 那就是你既要考虑到本期的 本期的那不就是当期 这个加计抵减 刚才那个A吗 刚才那个基数 是吧 刚才那个基数 然后呢 乘以那个比例 是吧 乘以那比例是5%也好 是10%也好 是吧 那个比例 好 那这样 我们有了当期的 还要考虑到是上期的 是吧 上期有可能有 这个未加计抵减的余额 所以不仅要考虑本期 还要考虑上期 而在考虑本期的时候呢 不仅要考虑本期 本身叫做提的 还要考虑本期 它有调整的 所谓调整的呢 那就是当期要调减的 加计抵减额 刚才提到过 是吧 你有镜像水额转出 那你在本期的这个基数里面 已经是少了一块了 但是你在以前提的时候 它等于是多提了呀 所以还要调减 当期减少的加计抵减额 这样才出来的叫做可抵减的 加计抵减额 这样呢 我们计题的和可抵减的 就不是一个数字了 那当期可抵减的 是不是真正实际上 你能抵减的呢 还不是完全的相等 还要进行下一步的比较 所以接下来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如何来比较这个可抵减的 然后如何来 在当期的应纳税额里面 把它扣除 所以现在我们就按照一般纳税人 咱们前面讲到的一般计税方法 是吧 你正常的当期肖像 减去当期正常的计象 先不考虑这个加计抵减 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 抵减前的应纳税额 这就算出来了 那么算出来什么结果呢 无非就是应纳税额大于零 应纳税额小于零 所以我在这就给大家展示了 这两类情况 那么分成了三种 如果说是应纳税额 是吧 你在抵减前 它就已经是小于零了 已经是负数了 那就是说 你本期呢 它本身就没有应纳税额 那我们的这个加计抵减 是在你应纳税额里少交一块 你本期就没有应纳税额 怎么办 那我们这个时候啊 你就把未抵扣完的 留抵下期继续抵扣了 那加计抵减还考不考虑了 不考虑了 是吧 你没有要交的税 这个加计是吧 就不考虑了 好 那这时候 我们当期可抵减的加计抵减额呢 那我们在本期的应纳税额里面 本来就不交税嘛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本期的应纳税额是零 而你这个加计抵减没用上 所以呢 是全部节转下期来进行抵减 这样呢 我们也就不用再去算了 当然这种情况 真的考试里面他也不会考你 考你肯定是第二和第三种情况 他们是一大类 那就是你正常算出来的 不考虑加计抵减的 本期应纳增值税是大于零的 是正的啊 那比如说我们算出来了 本期应纳增值税啊 是二十是吧 是不是大于零的吗 那我们再接着 按照刚才叫做可加计抵减的 算一下那个币啊 可加计抵减的就是 考虑期出加计抵减 没抵减完的余额 再加上本期 你按照那个基数和比例啊 算出来的 是吧 这是本期提的 可以加计抵减的 再考虑有没有可以需要扣除的 好 那我们这种情况下 假如说我算出来了啊 叫做我当期可抵减的 那就是这个币 它是多少呢 假定说算出来的是十二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啊 你的应纳税额在加计抵减前是二十 如果加计抵减一个十二呢 那它就应该是应纳税额等于八 是吧 二十啊 减去十二 应纳税额 实际的应纳税额等于八 那这样呢 当期可抵减的 加计抵减额 那就是全部进行了抵减 就这十二都抵了 说这怎么来考虑啊 实际上说白了 就是你抵减前的 那个应纳税额和你 可以就是抵减的 那个谁小 是吧 减嘛 那肯定是按小的来减啊 那么以此类推 如果我们的应纳税额 确实也是 大于零 是应该二十万啊 但是呢 这个应纳税额在加计抵减前的应纳税额 它是小于你当期可抵减的 比如说这个当期可抵减的是二十五 所以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一般的思路 你要选的是较小者啊 那这样的话能够抵减是多少呢 二十和二十五比 那肯定就是能够抵减二十呗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这个本期的应纳税额 就是在加计抵减前的二十 是吧 减去呢 我们可以加计抵减 本期就只能是二十 所以应纳税额呢 本期在抵减后就变成了零了啊 而我们在加计抵减里还有二十五当中的五呢 是吧 这个五就截转到下期来继续加计抵减 所以到我们算当期可抵减的 这个加计抵减额B的时候 它不是有可能有期出的吗 这个期出呢 就是截转下期继续抵减的 好的 这就是咱们对于加计抵减额 它这个怎么算 以及呢 算出来之后 它在应纳税额当中 如何来进行加计抵减的 这么一个讲解 好 那我们下面呢 就给大家举个这种应用型的计算的例子 说的是某生产性服务企业 作为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那它这个纳税人的性质 它的范围一出来 我们马上要想到的 就是它要加计抵减了 那这个生产性服务 它到底是属于这三种当中的 是吧 哪一种 我们题目当中 有的时候它就直接告诉你 有的时候呢 它不会这么直接告诉你 比如它告诉你是邮政业 是电信业 是现代服务业 那你也要清楚 它属于生产性服务企业 那它符合加计抵减的条件了 那我们就要知道生产性服务 它加计抵减的那个比例是多少 那由于题目中我们给的时间 这是我举例嘛 所以我们给的时间呢 是2023年 那我们要清楚生产性服务 2023年它的加计抵减比例是下降了 现在是5% 那告诉你2月份 它的生产性服务的销售额是200万 而销售货物的销售额是30万 那现在我们没有在其他的这种条件 告诉你的情况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这个生产性服务 应该给大家一个更具体一点的 比如说它应该是叫做现代服务 那这个生产性服务 它是现代服务 因为生产性服务 它还有用9%的税率的 这是主于现代服务 现代服务 好 那它在算销项税额的时候 是用了6% 因为它是现代服务嘛 那同时告诉你 它还有销售货物的销售额 销售货物呢 那就是13% 同时还告诉你呢 它有进项税额 是吧 进项税额 它已经告诉我们了 实际上有可能让我们自己去算这个进项税额的 好 这样呢 在抵减 加计抵减的税额之前 你正常的应纳税额就是5.9万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加计抵减 那是多少呢 就是你进项税额的5% 0.5吧 因为我们告诉你 没有上期的 是吧 没有上期截转的加计抵减额 所以你不用考虑这个调整的问题 那好 应该交的5.9和可以加计抵减的0.5相比 那就是谁小谁就做加计抵减 所以本月你的实际应纳税额5.9万当中 那就可以呢 把这个嚼小者 是吧 这个加计抵减全都减了 这样呢 你本月的应纳税额就变成了5.4万元了 好 这就是我们加计抵减的一种就是常用情况 我们说的是生产性服务 那下面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是生活性的服务 那这样呢 我们就更偏重这种考题的方式 比如说是一个单项选择的小计算来看一下 生活性服务 它加计抵减 那要是2023年的业务 那就应该是多少呢 10% 要是2022年的业务 那就应该是15%了 好 现在告诉你 它销售服务 本身生活性服务是6%的税率 对吧 那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著名的销售额 我们说专票上的销售额 肯定指的那个是前面里不含税的销售额 如果是含税 它在专用发票上叫做价税合计金额了 好的 那这样我们的销售额是多少呢 是400万 那生活服务6% 是吧 计算出来的它销项了 另外它购计服务 还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那上面所著名的税额就应该是进项税额 所以进项税额应该是13万 但是它说了 其中 那就说 这13万当中有10%的服务呢 用于了 叫做减易击税方法 那它的特点就是把购尽的不管购物服务劳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用于减易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和免税和免税这是不得抵扣的事项 所以呢在我们的进项税额当中就有10%是不得抵扣了 注意这10%和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10%不是一个概念 这10%是加计抵减的扣除率啊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消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 所以就要得出来一个本月的应纳税额了 这个你可以算算应该是12.3万元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按12.3去交呢 那就是要有一个加计抵减 加计抵减那叫做要计题的和你本期可以这个加计抵减扣除的不一样 那所以咱们先来看一看要提多少呢 那就是叫做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可抵扣的是不是就这个13的90%啊 所以13的90% 然后按照多少呢 10%的加计抵减的扣除率 同时呢还要考虑到上期 这说了进项税额 它呢这个有期末是吧 它有这个未加计抵减上期的 还有2万的余额 所以你要把上期的 加上本期提的这个才是本期的加计抵减额 那我们算出来结果呢是3.17 那么算出来这个3.17 然后和刚才说的12.3去比 哪个小那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加计抵减的数就出来了 那就是当期你可抵减的加计抵减额3.17全都可以减了 所以把它从应纳税额当中给它扣减之后 那你本期加计抵减后的税额9.13 也就是我们问的当月实际上的应纳增值税是多少 那就是这个9.13 所以这样的问题可以说加计抵减 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过 我们曾经在考试当中是出现过的 因为以前我们的教材里是出现过的 而出现过呢我们有小题 而且我们还有在综合题里出现过 咱们出现过生活服务 出现过现代服务 那里面呢涉及到符合加计抵减条件 最后算税额的时候要加计抵减 所以今年这个政策又出来了 而且呢还有了一个变化 那就是加计抵减那个抵减率的变化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今年我们也必须在掌握政策的同时 加计抵减必须要会操作和应用 好这是我们对加计抵减内容的介绍